在美国福布斯公布的百大名人全球最高收入名人排行榜当中呢 成龙榜上有名 排名第38位 成为了百大名人中唯一的一位华人 成龙此次凭借3.2亿人民币的身家位列福布斯百大名人收入榜 排名第38位 着实可喜可贺 虽然成龙日镜斗金 但是他勤俭持家的作风可是圈内文明的 一双鞋子可以穿三年也不扔 吃饭必须空盘见底 用过的一次性餐巾值也要反复利用 可谓是节俭到家了呢 成龙大哥上厕头就用一格吃 你们真的这么节省吗 我们男的要尊重女孩子 你擦完之后拿这个纸头在那个小便里穿 而成龙不光是自己节俭 所到之处都化身成了环保小食者 以往但凡演唱会结束 成龙都让在场的观众自行取走自己的饮料瓶 供回收用 如今是每每亮相都不忘叮嘱提醒 今天等一下大家也一样好不好 经过的不是你的垃圾也捡到 捡起来 当然被成龙叮嘱要节捡瓶子 最高的人无疑是儿子房祖明了 说到这儿父子俩可是有过很多经典案例的 每天我就看那个灯通亮 第二天我说我不关请你关了它 不关的话我就找你自己给钱 你看那对人就这样 第二天我一看又是开始通明 第三天我叫电工 把我的电给砸了 把我的电给砸了 都说开源节流才是致富之道 如今看成龙艳然成为了一大看模呢 回到今天第一次回答